字幕提供人體動態 各位同學 好 我們今天的單元 是要介紹 教大家怎麼去畫人體動態 這也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去教大家 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用 二筆鉛筆 做打稿的動作 然後我們可以去新增一個圖層 一般來講我們畫圖是不會直接畫在畫布上面 因為直接畫在畫布上面以後 你以後要再做一些修改會很麻煩 所以通常在新增的圖層裡面去畫圖 這樣我們以後可能要去做調色 或是要去做剪接 去做編輯會比較方便 好 我們可以在這邊按一下右鍵 點一下圖層特性 我們可以去命名一下 通常我都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如果你命名的話 以後那個圖層畫越多 比較不容易搞錯圖層畫錯圖 像我這樣命名好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用我的鉛筆開始畫 好 在畫的時候 一開始我在畫一個人物 我絕對不會一開始畫到很細 就是把他那個人體的肌肉 骨骼啊長什麼樣子全部畫出來 通常我不會這樣做 然後我的做法呢 我會先從簡單的東西開始 假如說可能我會先 大致把人體的那個動向先抓出來 好 那在你在抓人體動向之前 至少你要先把臉畫出來 就是臉的大致結構先大概畫出來 這樣子 好 這是我臉大致的結構 好 大概抓一下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去大概去思考一下 動向要怎麼跑 好 這是我動向 這是我脖子 那這段的話 是人鎖骨的部分 好 那 通常我在畫的時候 我不會馬上就 把很細的部分畫出來 就像我剛講的一樣 因為我們一開始 把太細的地方畫出來 像是人的那個肌肉曲線啊 如果你一開始把他畫出來的話 很容易就會畫壞 畫壞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沒有一些參考的東西 沒有一些很簡單的結構參考的東西 所以很容易就會畫壞它 所以呢 這邊我都會 通常我就先把簡單的動向先畫出來齁 就像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會把動向畫出來 好 這條曲線 這條曲線 是我們脊椎的部分齁 好 先把簡單的動向畫出來 好 這邊大概去抓一下齁 好 這邊這兩個節點 就是我們腳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去想一下 它大概動向要怎麼跑 好 這是我們手的部分齁 大概去抓一下動向就好 之後不一定會完全照這樣子做 主要是要看最後呈現出來的效果 像我們在畫的過程中 可能會一點一點慢慢去修改 我們只要先大致去想 我們要擺出什麼動態就可以了 好 像我這樣擺好它的動態以後 這是我可能要的動態 我可能要的動態 但是呢 你有沒有看到裡面所有的長度啊 所有骨頭的長度 其實不見得是這樣 這是我大概要的一個感覺而已 好 當我畫好這樣之後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把它稍微調透明一點齁 這樣會比較方便我們接下來做畫 那我現在新增了一個圖層 叫幾何形 好 這個圖層呢 我是要幹嘛用的 我要把它大致的結構開始慢慢抓出來 然後到這個圖層來呢 好 那下我就要開大致去慢慢找它的結構齁 好 那我們頭是往這邊看嘛 好 把畫面稍微放大一些齁 這個圖層再把它調透明一些 覺得它好像有點太搶眼 好 順便點一下十字中心線 就連臉通常都會有中心線 直線是臉正中間的位置 然後橫線呢 是它眼睛的位置 大致去畫一下齁 也不用畫得太細了 因為一開始也只是在定它簡單的結構齁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畫脖子了 脖子在這裡 基本上我是要畫一個女的齁 脖子在這裡 這裡呢 是我們的熊腔位置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先把簡單的體感線抓出來 所以 我要抓體感呢 要怎麼抓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方塊去抓 因為方塊都是直線 直線東西畫起來 永遠都比弧線來的簡單 之後我們再去慢慢修它就可以了 好 那這塊 你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我在畫這塊 這塊是我們胸腔的部分 好 你可以看我們胸腔因為是往上停的嘛 它整個是這樣往上停的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喔 因為它往上停 它自然而然 就會露出現在我在畫這塊面 這塊面 這塊面 就是我們胸腔的部分 好 我們大概抓到胸腔的結構 好 後面這條是脊椎嘛對不對 好 前面這裡呢 就是胸腔前面的中心線 好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有一點很重要就是 我們隨時要搞清楚 我們的中心線在哪裡 這樣我們在畫整個結構的時候 才不會亂掉 好 像這是頭的中心線 對不對 好 頭接到脖子 再接到身體的中心線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 頭的中心線到這裡 然後它會沿著下巴進去 再到這裡 好 最後 它中心線會接到身體 所以我就把它中心線先畫出來 好 這是中心線的部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去畫骨盆 好 上面是胸腔嘛 下面是骨盆 我身體想要讓它往上凹 胸腔想要往上凹 然後我的骨盆想要讓它往下凹 所以呢 接下來我就故意把骨盆畫成這樣 好 這樣它就會有往下凹的效果了 所以說 我剛剛有講到 捏支架其實就拿來參考而已 它參考的目的 只是要讓我們大概看得出來 它的動向是要怎麼跑的 然後 我們再去畫這些幾何形 在畫過程中也是飆忘了 中心線在哪裡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來 我用紅色來代替 表示一下 所以你看 這是胸腔中心線 這一段 這一邊到這裡 就是肚子 腰部 腰部到骨盆 中心線的位置 然後 脊椎就在後面這裡 對不對 這樣子 我們就不會畫錯了 這個前後中心線 在身體的部分 我們要特別講究 特別要注意一下 這樣比較不容易畫畫 好 那我們大概這樣畫出來以後 好 可以在這個 骨盆的地方 讓它穿一個 穿條三角褲 畫條三角形 三角褲這裡 這裡就是屬於它那個 骨盆 肚子的結構 我們大概這樣可以知道 好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抓出一些 簡單的動態了 對不對 好 當我們抓出這些動態以後呢 我可以開始去想 它其他部分的結構 好 我們在想手的結構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手 一定會有肩膀這塊肌肉的結構 這邊這塊 這塊 這塊 然後因為手舉起來了嘛 所以 它這邊 這個 上手背就會擋住它 好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大概想一下它結構 這隻手 我想要稍微讓它有點往前舉 往前並且往上舉 好 我們在畫四字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不要畫到太複雜 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圓柱體去表示 好 你看到沒 這邊比較細一點 這邊稍微放大一點 為什麼要放大呢 放大的原因是因為它這手往前舉了 往前舉的時候 它這邊的關節自然就會變得比較大 但是也不要放到太大 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我可以在旁邊畫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手背基本的結構 我們手背 手在放下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塊是肩膀 這塊是肩膀 這塊是上手背 這是手最基本放下來的時候的結構 這邊是手肘 關節的部分 這是下手背 這也是手腕的部分 這邊就是手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 人的手背在放下來的時候 上手背是由粗慢慢到細 下手背 再從細慢慢到更細 所以它這樣子的狀況 在手往前舉的時候 它就不可能說會大到很誇張 就不會說大到像這樣子 大到像這樣子的話就會不合理了 所以它頂多就是要讓它放大一些些就好 因為它手往前舉 它這個面就會露出來 但是這個面我們到時候不會畫出來 然後我們會露出來這個面 只是要讓我們自己先了解 它大致的結構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樣之後我們會比較好畫 好 這隻手往前舉後 然後這是它小手背 就把小手背畫出來 這隻小手背我想要讓它往後舉 往後放 往後放 往後放的時候這個面就會露出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面畫出來 然後小手背它往後伸了對不對 它往後伸的時候就會越來越小 它就會變小 有沒有 所以這段是由小 這邊寬度由小變到大 再從這裡大變到小 再來是它手因為往後放了對不對 往後放的時候 是往內收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段 它這段骨架 自然而然就變短了 因為它往後收了 好 變短以後 那我們這樣大概就是它基本的結構了 知道結構以後 我們再去畫它的 畫它的關節 這塊就是手肘的關節 大概去畫一下 順便把線條清一下 這樣比較乾淨一點 比較容易看得清楚一點 好 那接下來我就去擺手掌 手掌的動作 至於手掌應該擺什麼動作呢 其實一開始我大概沒有 還不會先去想到那麼細 因為我覺得手掌動作這種東西 已經是很細的了 所以我只是大概隨便放一下 至於到時候會長怎樣 我可能會去 或許還會再去細修 好 這是這隻手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 接下來就可以去畫 另一隻手 另一隻手要怎麼擺呢 好 我把它放下來 好 這隻手放下來 這件是肩膀肌肉 好 那這隻手 就往前伸 而且也往前放 好 所以它會稍微變大一點 這邊稍微變大 但是因為它基本上放的 雖然是往前放 但是它手還蠻平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在畫的時候 這手就會自然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一般來講呢 我們手的人體的骨架 手肘的位置 它在平放的時候 剛好會在肚臍這裡 所以它這裡 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平放的時候的狀況 好 平放是這樣 對不對 好 這是我們手肘的部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畫下手背 下手背 我想要把它手整個舉起來 舉到幾乎是平的 因為它舉起來幾乎是平的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有小 這邊有小 變到這邊變大 這樣它才會有那個透視感 好 那我就把這個骨架畫出來 把那個空間桿畫出來 好 這樣手就變成這樣了 手變成這樣以後 手肘就會在這裡 我就用圓形去表示 好 那這邊 就是我們的手掌 好 手掌我也是大致上 先大概畫一下它簡單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畫手掌的結構的時候 我其實把它分得很簡單 手掌的部分 我用正方形 長方形去表示 然後手指的部分的話 就用簡單的筷狀去表示 一開始我不會畫得太細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因為我有去做一些 這些圓柱體的放大縮小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這隻手 這隻手掌 因為在比較前面 所以可以明顯的看到 它這隻手掌 是比這隻手掌來得大的 好 這邊稍微畫錯了 稍微修改一下 手掌 拇指應該在這裡 或是大概修一下 好 所以我們大致知道它結構 對不對 在我們知道結構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畫腳的部分了 好 腿 我這隻腿 想要把它往前距 好 這邊大概跟同學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腿啊 我們腿的關節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人體的骨盆是這個形狀 然後呢 我們大腿骨子是結在這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就相當於這個位置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 記得 大腿 它在動的時候 要從這個部分開始動起來 好 這隻腿我想要把它舉起來 它除非舉起來 我想要讓它往前伸 往前伸 往前伸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放大 往前不但會放大 往前還會變短 但是也不要放到太誇張 為什麼不要放到太誇張呢 因為大腿結構 跟上手背結構是一樣的